好,接下来我们看下 Fong 3 Chapter 4的 这个Reactivity of Matter 所以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三个部分 基本上呢 它跟金属活泼序 这一张主要是在讲 金属活泼序 我们来看一下 What are mineral 什么是矿物 什么是矿物 然后呢 哪一些是我们的平时 生活中的一些矿物 然后 然后金属的活泼序 怎样来分 然后还有这个 Teen Extraction Carry out in Malaysia 我们马来西亚是生产 这个Seed的 Seed米 对,那我们怎样去提炼 Seed米 对啊 所以这边呢 是我们要上的东西 在这边呢 我们有那个金属活泼序 它是这样子的 甲纳钙美铝 银铁细签 红拱银金 那跟我们华文版本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于 这两个的位置 华文版本是甲盖纳美铝 这个是甲纳钙美铝 这个是第一个的差别 还有第二个的差别呢 是那个碳跟氢的位置 碳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碳好像是一样 但是氢的位置呢 就有改变 那华文版本的氢呢 是在铜上面 那英文版本呢 是在 是在这个铁的前面 那他们呢 到底哪一个对 两个都对 其实两个在讲的 反应是不同的反应 所以那两 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稍后 我们再讲一下 OK 那话不多说 我们来进入 我们的4.1的部分 Variety of Mineral 所以这个小节呢 它的难度在哪里 它的难度在那个英文里 首先它就要讲说 我们的地球的地壳 Earth plus 我们会找到不同的 那个矿物 Or Or不是矿物 Or应该是什么 也矿石吧 应该叫它矿石 然后呢 会有不同颜色 不同的structure 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texture 不同的硬度 等等的 所以这些 到底是怎么名 我也不知道 我 我不会分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会有不同的形态 不同颜色 等等 All right 所以这个我不会分 你有兴趣 可以去上网去 看一看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章呢 我们这一边呢 我们课本上主要 要讲的是什么呢 那个 Mineral 首先 Mineral 矿物呢 在科学上的这边的定义呢 是这样的 它一定要是固体的 OK Solid 可以是element 可以是compound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啦 然后呢 一定要是present naturally 它一定要是天然的 OK 再来呢 它又有晶体的一个 structure 还有啊 其实华文版呢 还有普罗一个条件呢 就是必须要是 无极物 无极物 所以呢 就是那个 那些 石油啊 石油啊 不算是矿物 石油 煤炭 天然气 这些都不算是矿物 所以这个是 Mineral的一个定义 必须要是固体的 必须要是 自然的 大自然之间弄出来的 还有有晶体的一个结果 OK So 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看 首先 A主是直接以单值呈现的 为什么它会以单值呈现呢 主要是因为 它很 它很不活泼 OK 它很不活泼 所以它可以以单值的形式呈现 像金 银 还有 Diamond 我们叫金刚石 金刚石跟钻石什么差别 提炼打磨过后叫 钻石 还没有打磨 直接开采出来 我们 这种材料 我们把它称为金刚石 所以华文分得很清楚 它在打磨前叫金刚石 打磨后叫钻石 Diamond呢 英文的话呢 Diamond就没有分了 就前后都叫Diamond B组呢 它就以化合物的形式呈现 这个就是难搞的地方 它会有靠这些字 OK Bowseed Bowseed Hammatite 我背不起来啊 老师过去讲 Galena Caciterate Caciterate 真的是不晓得这样子 反正我去查了之后呢 这个是Bowseed 是铝的 铝土矿 Hammatite是赤铁矿 这个Galena 这个Galena呢 是方签矿 还有这个Caciterate 是C10 所以他们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呈现 那这里 不要读这边 我们读这个表 这个表更完整 Hammatite 赤矿 赤铁矿 为什么我们叫它赤铁矿呢 因为它是三架的氧化铁 我们知道三架的氧化铁呈现红褐色 所以它叫赤 赤这个字本身就代表红的意思 所以Hammatite是赤铁矿 你就要知道说 它主要成分是三架氧化铁 Caciterate是细石 Stenum Oxide 就是我们的SNO SNO就是我们的锡矿 有Tint Oxygen Caciterate是石鹰 它是二氧化铁 也就是这个呢 我们可以 我们叫它水晶 我们叫它水晶 然后可以拿来做玻璃等等的 Bowside Bowside是铝的 对吧 Aluminium Oil 它是Aluminium Oxide的里面 然后Galena是Lit 方铁矿 所以它有铁 但是它不是氧化铁 它是硫化铁 Sulfide是硫 硫S来的 PBS 然后Pyright呢 是黄铁矿 为什么黄呢 因为它是二家的 二家的硫 然后又跟硫结合 反正就叫黄铁矿 还有Tau side呢 是方铁石 它是鞋铁铁的 OK 所以这几个呢 常会考 当然它 好像是考在选择体育方面 所以不会说太难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这个小节重点在这一边 要记得这些名字 记得这些名字 然后呢 它本身里面呢 是有什么样的成分在 OK 那在这边是什么 应该是不会给你图叫你区分吧 这个应该有点太坑人的 然后呢 这边就有讲到 Limestone石灰石 石灰石 就是 也是一个经常用在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啊 这个building啊 的部分 这个是石灰石 然后里面 主要的成分是CCO3 也是一样CCO3 All right 再来这里呢 Calcium Carbonate 它放在这个dilute hydrochloric acid 就是盐酸 它看那个反应 CCO3 遇到酸会怎样 会放出二氧化碳 所以还要检验 那个放出来气体 这二氧化碳 它又通入 澄清的石灰水 Clear lime soil Lime water sorry 这个是澄清 石灰水 石灰水 OK 然后这里大致上就是这样 然后这整个实验呢 你可以看到 Calcium Carbonate 放HCl 它就会产生二氧化碳 Lime water呢 就会变滚着 Calcium Carbonate呢 如果你直接的加热呢 它其实也会放出二氧化碳 对吧 这个反应我也 这个反应还没有上的 第四章我们会上到 不过CCO3 它直接加热的话呢 它就会分解出二氧化碳来 然后得到氧化盖 化碳 所以这个呢 也会使到 Lime water 变滚着的 所以原本是Clear 变Cloudy 然后 你要注意哈 我们的英文版本啊 是没有烤那个 化学方程式的 但是它给的是什么 我们叫Word Equation 它只能写Calcium Carbonate 加Hydrochloric Acid 得到Calcium Chloride 加Water 加Calcium 然后呢 箭头也不需要写的 Calcium Carbonate 如果直接加热的话 会得到 CAO Calcium Oxide 加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 再来第五题 它问的是 写出三个单子 三个元素 在Calcium Carbonate里面 它会有CA 它有Calcium 它会有碳 它有Carbon 它会有Oxygen O CaCO3 所以它有CA 它有CA 有C 还有O 三个元素 OK 还有哪一些呢 Limestone是CaCO3 刚才有讲到 然后呢 Marvin呢 我查了是 CaMgCO3 CaCO3 然后Chalk的话呢 比较特别哈 呃 我查了之后 Chalk其实主要是CaCO3 但是呢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粉笔哈 我们学校 呃 以前啊 学校用在黑板 写在黑板上的那个粉笔呢 因为价钱的关系 它发现到CaCO4会比较便宜 所以呢 他们其实过后呢 他就画了CaCO4会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是用粉 我们的那种粉笔哈 用写在黑板的那种粉笔 它是没有碳酸的 啊 没有碳 不是碳酸改来的 TelSite 也是CaCO3 哦 是主要成分 al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们 10.1的部分啊